我們現在就回應Philvy她們分享 這個在網上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影片 這裏就是讓我們看到她那種 經歷到神的作為 很奇妙的神的作為 這個都是恩典 我覺得她是神特別預備的一個人 她特別很有這種恩賜 其實有另外一次她去了天堂 她去過天堂的路 還未去到天堂 看到山也會發光 草也會發光,也會動 花也會唱歌 她也看到很多天使在那裏 神給她一次去天堂 這個天堂的路 另外最先那一次 都是去到天堂的圖書館 然後後面可能是天使 因為她看不到誰帶她 就帶了她去看末日的情況 看得到原來 將來真是 這些聖經所發生的事 那時候她都未曾 她未知道這些聖經語言 她沒有留心到這些聖經語言 她看到耶穌畫像 而她一次經歷到耶穌那種傷心 我也希望大家感受到那種傷心 即是神對人的憐憫 那種傷心 也感受到原來末世是正在來的 她在講那個經歷的時候 講到末世的時候 後面她的天使 跟她說應該是天使 那她就跟她說 我現在要帶你去那個地方 那去哪裡 去看什麼 看末日 她說我不想去 但她的天使堅持 她說神說你一定要去看 所以她是不能選擇 就帶她去看 所以這個是有個意思的 就是說 要她預備營建末日的日子 也都叫我們聽到 預備這個日子 其實她跟我的連結都是很特別的 大約是十多年之前 她就看了我的影片 看我的影片由她發夢 她發夢就看到耶穌斯 在那裡為一個人祈禱 然後就在那裡安慰她之類 然後就有個聲音跟她說 這個耶穌斯你看清楚 好像叫她留意 她就開始多看我的影片 日後來就找我了 這個就是開頭的連結 然後就最近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她有嚴重的感冒 有兩幾星期 她說覺得有虛脫的感覺 她在那時候 在很困難之中 她就發了一個夢 其實那一晚是這樣的 次序就是她 首先想到看我的影片 因為她之前看我的影片 看很多 但後來中間又斷了 很忙的看少了 然後當她這麼辛苦的時候 她說 不如我看看耶穌斯的影片 她看了影片 就看到她的心裡很感動 然後她開眼 立即那些虛脫的感覺沒有了 這個在另一個影片 你回去聽見證就會說回來 她那個虛脫的情況就沒有了 她就身體痊癒了 她就覺得很感恩 而那一晚她發了一個夢 那一晚發了一個夢 那一晚發了一個夢 她父母將一個寶寶給她 她說 我現在不要寶寶了 其實她有子女已經很大了 她說 我不要寶寶了 但她好像一個責任交給她 你要負責 那我自己有一個直覺的感覺 就可能是神交託給她一個侍奉 你要將來領受神的信息 那就是一個責任去將來 帶動更多人的復興更新 那我聽到這些 和她所見的異象 那我就自己覺得 這個可能是神 叫祂跟我們連結 那我們中間也有些人領受神的信息 我也叫你多點領受神的信息 一方面我們有祈禱親印神 就是有神的同在 讓我們有能力為人討告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學習聖經 學習傳人福音 學習用這個神屬性查經法 去查聖經 讓人看到神的尾線 另一方面 就是領受異象 就是神如何使用我們 帶領我們 雖然我們是一個小的群體 但是 韋老師他收到的訊息是什麼 就是 將來這個教導 是會傳給很多的教會 而他就是神託父 他要將你的人傳開的 同時 我是一個 即是說將這個教導傳給他 亦都可以的時候 當然我又跟他一起去宣講 現在他很熱切學習 我也希望大家熱切學習 因為他昨天 他今天要講道 他昨天把他的那篇道 他就告訴我 然後他就問我意見 我就教他怎樣 講出神的聖情 神的聖情和他的恩典 他就回了一句說話 他說你真是一個好的老師 去帶領我 我就感謝神 神安排 有不同的人跟我們配合 雖然我們群體是小的 但是我們全部投入愛耶穌 親近耶穌 追求聖結 我一定是追求聖結 走在神的路上 讓神使用 處理生命 然後神就會大大使用我們 我們今天的見證就是 其實我們講回 Phoebe的見證 鼓勵大家 看到我們的群體神 是有特別的託父 真的願意親近神 處理生命 多親近神 滿有能力 滿有神的能力 讓神使用 і在佛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